你好 你好 開車開車 開車怎麼聽這樣 沒有 我們要走了 我們剛剛在買東西啊 先下車一下 BMW駕駛知道自己為庭 這下被警方關心 他還一副沒事 但上一秒還笑嘻嘻 下一秒可不嘻嘻 那早上午是嗎 先起火 先起火 你要不要先起火 好 我說炸牌要什麼事啊 這大牌炸別人的牌吧 警方一查這車牌有問題 明明是開著白色BMW 但車牌卻是另一品牌的車 明顯是掛著假車牌上路 但駕駛說他不知情 這是朋友的 朋友的 朋友的 對 朋友的 還不只車 就連開車的駕駛也有狀況 因為他根本沒駕照 事發在新北市汐止 忠孝東路8號晚上9點半 24歲駕駛開著BMW 載朋友去超商買宵夜 並排為庭被開單 而這名駕駛 但是不只從來沒有考過駕照 就開車上路 他也不是車主 開的BMW懸掛的車牌 已經被註銷 儘管他立刻找來借車的朋友 朋友也亮出讓杜書 想證明車是自己的 但警方一查 車主的確不是他們 好像螺絲棋子 就好像車中螺絲 沒有那個尖嘴前嗎 警方一規定扣牌扣車 BMW當場被拖走移植保管 而駕駛也得挨罰單 不只為庭最高罰600元 他無照上路使用他車車牌 牌照借他人使用 家家總總罰單最高累計 要付46200元 這一趟違規上路賣宵夜 肚子飽了 荷包也空了 東三新聞社會中心在新北市報導